回来又是晚上了呀 好像每次都是晚上来打扰她呀 不在家吗 楼下看到灯是亮的呀 难道是嫌我每次晚上来太烦了 真不是故意的呀 拿到右盘我就往回赶了 只是没想到每次都卡得这么准 就这么回去 可是来都来了 打夏师宇电话 好的主人 接了 喂 你没事吧 我怎么感觉你的声音有点不对劲 没什么 可能是有点累了 有什么事吗 看样子肯定是感冒了 还挺严重 必须要给她弄到医院去 有件证事 刚搞了套操作系统 这就马上来找你了 这不是着急上线吗 我就在门外 劳烦烦你开下门 嗯 我马上来 右盘 给我就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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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神 走 去医院 没什么大事 太晚了 我吃点药睡一觉就好了 去此又不得你 等一下 听我的 安全带我帮你 不用 你什么时候买车了 买房送的 就前几天你陪我看的那套 来 我抱你上去 等一下 不用你 我自己能走 这人到底什么时候 才能学会依赖别人啊 小心 我扶你进去好吧 怕你还没看到病 就先摔出病来 走吧 总算是看上病了 还好只是普通感冒发伤 挂下水就好了 医生 我父亲他情况怎么样了 这个 王小姐啊 我们也很着急 但是狂犬病这种东西 就算是放眼全世界也是难题 我们实在是 不可能 我父亲从来没被狗咬过 怎么可能得狂犬病啊 这种病的潜伏期短则一星期 长则一年 如果当时不及时注射狂犬疫苗 几乎是没救啊 什么 你说谁没救了 我 王先生 请您冷戒 哥 走了走了 别看了 狂犬病吗 好像是个有权势的人 那医生被吼的 屁都不敢放一个 虽然穿着变装 这种体格和气质 难道是当兵的 喂 小子 在看什么呢 一起的人 小爷我才没空和你吵架 祝人 祝人 都说二点了 您还不愧吗 我还需要照顾人 你先睡吧 那好吧 祝人小心熬夜脱发哦 手机拿过来给我看看 凭什么 少废话 给老子拿过来 和我凭手镜 既然你想玩 那我就陪你玩玩好了 好小子 有点小子 李高明 你干什么 不是 我还要讲 这家伙 你快把人家松开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 真是的 你怎么和哥哥一个德行 一言不合就动手 现在不是我不想松啊 而是这小子不放手啊 太丢人了 说穿的话 我这脸往哪搁啊 王哥 先生好本事 不知是哪路练家子 可否请您高抬贵手 李刚明在营里也是个能打的好手了 但却被这个男人抓得动都动不了 看来是遇到哪位内家高手了 他在说啥 练家子 还有这个姿势是闹哪样 这人怕不是个重度武侠弥卖 没什么功夫 只是力气大点爸了 好力气啊 这位兄弟 不知你有没有兴趣来部队发展 啊 不了 如果没事的话 能不能不要再犯 哥你是不是有病啊 爸还在那里躺着呢 你怎么看到个会打架的 都向往你部队里弄 真是服了你了 那个 还请你不要见怪啊 我哥就是这么一个粗人 从小看武侠剧 我把脑子都看得不正常了 李刚明他 只是担心你拍了视频 你也知道 现在的网络比较发达 有些东西万一传到网上 小白 打开相思和视频记录 看吧 没有任何东西 我还没有那么无聊 谢谢 那就不打扰你了 失礼了 告辞 这位兄弟 你有没有法子 能治好狂犬片 这么不打扰你 谢谢 谢谢 还挺需要的 对 我还不打扰你 我还可以 别人 谢谢 我还可以 不打扰你 我还不追 我还不能把我 我还不嫌 要好 你 这是 我还不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